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我們還是請大家到後面去好不好 要不然我們委員都看不到他們會抗議 大家還是做到 我請我們的媒體還是在後面好不好 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先讀上次會議的議事錄 立法院第九屆第一會行內政委員會 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105年6月13日上午93分至下午6時45分 地點紅樓202會議室出席委員黃委員召順的13人 列席委員政委員天才等39人 請假委員陳委員超名的2人 列席官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曉鈺 黃召集委員召順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討論事項第一案至第四案 審查委員寒情審議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17條條文修正草案等四案 第五案審查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請願文書一案 本次會議經委員尤美女等說明提案要指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曉鈺等報告 委員黃昭順等14人提出質詢 軍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曉鈺等及其答覆說明 另有委員吳祺明等提出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另以書面答覆 決議一說明及尋答結束 委員質詢未及答覆部分 或要求提供之說明資料 請相關機關盡速以書面答覆 二請願文書部分 請委員於審查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時參考 不成為議案 一立法院執權刑事法第67條之規定 送由程序委員會報請願會存查 並通知請願人 三入出國籍移民法部分 一委員李俊逸等六人所提修正動議一併討論 二第16條除第四項修正為 中華民國105年5月31日以前 入國之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 未能強制其出國 且經盟障事務主管機關組成審查會 認定其身份者移民署 因許可及居留外 於維持現行法條文 三本案審查完聚 一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前 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黃釗級委員 招順於院會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四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部分 一第17條審查完聚 尼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一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 第11條之規定由決議實至主席黃釗級委員 請坐好 請坐好 好 請坐好 好 好 報告委員會 我想對於上次的議事錄 我們請柯總召先發言 那發言完了之後 我們再來處理 好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大家早 我看今天早上這個場面 所有媒體都到了 兩黨都動員 搞了三以一來封完樓 劍馬奴巴 我早上 持民人這兩天也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國務黨這邊有一些意見的交換 我們認為 我們大家既然當地要委員 大家勇敢面對所有的議事規則 只要有 有瑕疵的部分 我們都互相彼此要承認這個是事實 包括 我們禮拜一 好 在 在 政府法治委會 有關於公共進會的表決 大家應該各黨一步 讓整個 國會議事 能夠順暢 那 有關於 難民民法以及 人民關係條例 這是各黨有不同的政治立場 以去表態 我想 沒有政黨在 自己 政黨核心價格上面 在立法院委員會上論證 還是在宴會上論證 這是正常合理的 所以 我認為 為了 陸佩的問題 為了 難民法的問題 兩民關係條例 十幾條問題 我們應該冷靜來面對 也就是說 都不是很好 三項 四項 以及一個 副議案 那我認為 所有尋答的部分 在第一項 第二項 大家都應該予以承認 至於第三項 第四項 以及副議案的部分 應該重新再來 這個 應該再排一次委員會 來進入主條審查就好了 這個出委員會也沒有用 當然有爭執 這樣要因為表決 大家要來抗爭 到最後 每一政黨都會堅持自己的理念 所以 這一部分 剛才 我和您的委員 也舉了 大家共同默契 就議事務就是 就這樣 應該也更正 這樣的更正來確定 至於司法法制委員會 我們也 也同意 我們也同意 林文州委員下個禮拜一 要排公聽會 我們也同意 那市場今天也有公聽會 公聽會也照排 加場 加場 那下禮拜三 禮拜四 林文州委員和段一康委員 來調換開會時間 由段一康委員來主審 來主審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這樣的話 我想大家都各退一步 把所有 我們全部也更正 那就 我認為 這樣的處理 應該是對大家 比較有 來討論 對於 對於議題上面 對於法案內容上面 比較有 一個 比較平靜的討論空間 這部分我們 我在這裡代表民主政府黨 那這一份 那國民黨也簽名了 我是不是很請大家 我們今天讓會議平順進行 藝術更正以後 那我們進入下一個 今天要尋找事項 這樣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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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個 那個 我跟委員會報告 因為其實立法院 這個禮拜 在幾個委員會 當中都發生 許多不斷的爭端 所以我非常謝謝柯總召 跟林德護委員 我們可以從禮拜一的晚上 到禮拜二 到昨天晚上深夜 一直到今天清早 我們不斷的希望說 我們的議事進行 能夠順利 而且真正的做實質的討論 不管是多數黨的政見 意見 或者是少數黨的意見 我覺得我們都必須要 互相尊重 而不是說 拿了一個上會鬥議 就要我們不可以討論 我覺得這樣是 對我們整個的議事 是有傷我們國會的形象 所以我願意說 如果柯總召大家兩黨之間 或者是其他政黨之間 大家能夠有一個共識 讓議事能夠順利進行 我對柯總召以及林德護委員的 所提出來的書面意見 我想我個人可以接受 那我請議事人員念完 那大家同意 我們就順利進行 好不好 委員柯建民 黃昭順 莊瑞雄 趙天玲 古拉斯委員 提出更正議事錄提案 針對本院第九屆第一會期 內政委員會 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 違反立法院議事規則 第27條規定之法定 延長會議程序 預議事日程 排定時間之會議 即決議 實為違法無效 原此本次會議議事錄 顯有疑慮 應與修正如下 一會議時間 會議時間 應更正為105年6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九時三分 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二 決議第三點 第四點 復議案之決議 及臨時提案之決議 應 擇期載於審議 宣讀完畢 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那我們就修正 那我們進行討論事項 請秘書先讀 討論事項 審查本院委員孔文吉等21人 擬據反族群 歧視法草案案宣讀完畢 現在介紹列席的官員 跟委員會報告 那個內政部長 昨天有打電話給我 說今天是警察節 他必須要先去參加一個活動 但是他到現在為止 並沒有告訴我 他我沒有同意他請假 他沒有告訴我什麼時候要回來 所以我還是要請次長 各位委員同意他請幾個小時的假 他們一直沒有講幾點會回來 我想次長能不能打電話 問他幾點可以回來 來賀民清宮 跟保證來再開 賀民清宮 他在這樣好不好 總部長來再開 還在講完 在講完 這樣啦 是真的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的 今天請坐來 再開啦 …… 那個次長 你現在立刻打電話 看他確定可以到的時間 那我先介紹你們去協商 那我現在先介紹現在出席的官員 那你們去打電話 那個誰在喊主席 就部長們還沒有來 內政部的政務次長花俊群 給我介紹一下 然後 然後 明政司的司長林司長 在這裡我在這裡 移民署移民事務組的組長李組長 行政院綜合業務處參議習參議 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